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1872年初 拿破仑决心远征俄国 远征军总兵力的45万左右 但法军只占其中三分之一 因为法国人民反战情绪日高 征兵困难 拿破仑有过波兰作战的痛苦经验 最后勤的准备并不疏忽 规定各军一出国境 部队各自携带四日份凉末 军队凉末车一击在四日份 军资重携带十六日份 双方第一战位斯摩冷斯克之战 法军伤亡一万人以上 俄军伤亡至少有一万五千人 俄军退出斯摩冷斯克之后 于8月29日 任命库图索夫将军魏总司令 他退到莫斯科西方七十英里的波罗纪洛占领防御阵地 等待法军来攻 其兵力有十二万人 拿破仑集中他的兵力 也只比俄军十二万人稍多一点 他于9月5日夺取前进阵地 七日开始攻击 以包围俄军左翼 正当战况激烈的时候 拿破仑忽然昏迷不醒 一时不能亲自指挥作战 他这种病 以后也常发生 但没有公开解释过 法军集中四百门炮 以密集火力 打开一条进路 让其兵从缺口中突破 俄军也和法军一样的密集 特别是在其中央的大方形堡内 守兵更是挤得紧紧的 因此 双方炮兵都有很好目标 发射榴弹和线丹大四屠杀 经过可怕的火力战后 妙拉的重骑兵用闪电式冲锋 横卧战场 终于打破了俄军的阵地线 法军步兵在骑兵后面跟进 攻入大方形堡 首先占领其一面 其后继续战斗 持至守兵全部被减 法军才占领死保 俄军伤亡四万两千人 但仍能退守另一新防线 抵抗到入夜之后 才向莫斯科撤退 法军伤亡三万两千人 因拿破仑生病 没有追击 一星期后 拿破仑进入莫斯科 俄军已将城内居民撤退 并纵火焚烧 莫斯科房屋大都是木屋 请客间就化为灰烬 拿破仑的军队大部分在郊区露营 兵力还有九万五千人 十分疲乏 这位法皇尽管有过西班牙战争的痛苦经验 而面对着俄人的交土政策 仍没有觉悟到自己又碰上另一次人民战争 法皇犹豫了六星期 把黄金般的秋日白白的浪费了 10月24日 他大概想以一战的胜负来决定行止 向南攻击马洛亚库托佐夫的俄军主力部队 但被俄军击退 于是 拿破仑下命退却 仍命军队 携带着战力品和卤货的火炮而行 以致许多麻痞因负责过重而倒闭 在好几次后卫战斗中 靠着赖伊元帅的无比勇气 不使万民形容憔悴的官兵到达了斯摩伦斯克 明斯克东方的百叶吉纳和上尉结兵 城马人和屠舍 这时候 如有坚定而明智的指示 或者人可挽救最后命运 不止完全毁灭 可是 12月26日 大军开始渡河时 有成千成万官兵被河水溺毙 或被他人踏死 12月8日 生存者只有一万人 拿破仑交给妙拉元帅指挥 自已先行赶回巴黎去另绕新军 妙拉带着这一万残族 会和由李家撤退回来的麦唐那一军 回到波兰西部的波兹南 俄军亦已经疲力竭 直进到尼门河为止 远征莫斯科之意 法军及其同盟军队损失30万人以上 从此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帝国开始走向衰落 历任陶波列夫尊重内容 从尊重作者开始 转移载 合作请思信联 细我们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